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月30号上午在中南海子光阁会见李家超 颁发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 国务院第754号令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并主持 颁发国务院令仪式 李克强首先祝贺李家超当选并获任命 表示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 全面准确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 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 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施政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结合国家所需 发挥香港所长 全力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李克强强调 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 始终是香港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的 坚强后盾 相信并期待 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香港各界人士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充分发挥香港传统优势 提高综合竞争力 巩固提升国际金融 航运 贸易三大中心地位 加快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继续防控好疫情 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与市民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 努力破解民生难点痛点 让香港市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李家超感谢中央政府的任命 表示将不负中央政府的信任和香港市民的期望 按照基本法 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全力以赴为香港谋发展 为市民谋幸福 建设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 萧杰 夏宝龙参加会见